原來我之前吃的阿給都是假的 在地人真正推薦原祖神殿 要爬上抖抖的坡 才能評分到周杰倫等級的美味 單隨的風景好 也要玩一個撐招 算了我還是回去好了 救命啊好熱喔 隨便買個壽司吃一吃算了 這什麼爛爛鳥企劃 不行專業的主播要堅持 但我又不是專業的 好熱喔好想回家 各位觀眾文化阿給 最真宗最無敵最還原的口味 各位朋友這個就是那個 非常有名的文化阿給啊 我們來看一下 摔影片可能看不出來 超大一個的你看 非常大非常滿 非常驚人 整個都豆粉 然後為這個我們配個魚丸湯 它這三樣東西 阿給魚丸湯跟包子 我們就此吃這兩樣 這樣八十元 喔真的千辛萬苦 就會吃這個都流汗了 喔還有今天周我來 那個人還不能曬 你哥先吃 就是豆 阿給就是 豆皮沒有冬腿 滿滿的 喔這料那麼多 這個 網友推薦在地人推薦 要這家才是真的 這家才是真的 這家才是真的的味道 豆皮來一下 豆皮厚重有益 QQQ爽 我們不誇張不誇事不言 不要說吃下去 怎麼太好吃了 嚇死人了 但這個 這個味道就是 感覺就是 自然 自在 很順口 你知道有時候美食就是這樣子 你不是說非常驚人天 你就吃了 就是 你可以天天來吃 日常來吃 很舒服很日常 然後有點特色 美食有時候在這個感覺 在地的享受 這家有個特色就是 你要自己盤 他後面就是墊 那你要自己這樣搬過來 我們喝到這魚人了 嗯 魚人湯真的有個鮮味 蛋牙蛋牙的 爽爽的 它魚丸的鴨具就這樣了 裡面有保值 這樣子 汁噴出來 所以湯裡有湯 碗裡有湯 濃到一起 湯湯湯 高中的時候吧 還是果中的時候 那朋友帶我來吃 然後我那個朋友就是在咸 他說這個 不就是冬粉加豆皮 可是 所以年紀增長 我們也會知道 美食有時候就是這種 你要一而三再而三 一直吃 經常時間考驗的 才是真正的在地美食喔 嗯 很不錯啊 我覺得那個 音樂跑得差 有什麼味道都在家 這個歌唱得真的不錯啊 不紅沒道理啊 什麼 居然有黑店 網友神推薦 來淡水必須見一見 還沒營業就有人排隊 今天就來公子大發現 二樓很寬敞很舒服啊 餐點來了喔 他這裡最有名是那個炒飯 然後我說 可是因為那個人本來的時候 全部缺貨 你看他生意多啊 所以我們點一個很接近的 排骨飯 排骨 那下面就是飯 然後酸菜 呃 就這樣 所以排骨來 哇 這個炸的金黃金黃的 喔 香香的 很油很香 油油香香的 喔 肉感腰感 喔 一口一口油 一口一個香 燙燙燙香 然後它下面是那個 酸菜跟那個飯 這個 這個真的 非常開胃 吃下去呢 好好吃 嗯 吃滿薄喔 很香味 不是很燙 然後它底下的一口配料 應該是這支豆腐 嗯 豆腐的散開之後 那個醬味 這個的香味 嗯 很足湯 豆腐薑飯香 嗯 我要吃那種 重看的感覺 嗯 難怪那個還沒有開店 就要排隊 太幸運了 嗯 太好吃了 嗯 嗯 真功夫 謝謝大家收看 我的心得就是 這就說你自己比較實在啦